经济分配啊 这得做好啊 是的 来看一下两边的这个第三局吧 火爆在蓝色方先搬掉的是刚才自己用过的蓝 MTG在红色方 然后九龙这边的话呢 刚才也是看了一下马超的数据啊 在黑票当中呢是四选三胜 那有没有可能在蓝色方直接就把马超给搬了 或者把阿吴多给搬了 其实今天有一个在第一场啊 大家不知道没有一个记忆就是 我们一向在思维里认为啊 可能镇江VTG和火爆打阿吴多马超不太擅长 但是镇江VTG掏了一曲出来 所以今天火爆有没有可能 我一改大家对我的这种意义 成见 我也再拿一个阿吴多马超出来看一看 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并没有针对马超这个战兵 而是针对了关羽这个战兵 因为阿吴多他确实也可以配关羽 是 而九龙的关羽 在K甲的舞台也好 还是在K表舞台也好都证明过 远近闻名 是 火爆一手先拿了鲁班大师 我感觉 我感觉要混血了 但是风鲜他已经是用过了 他还没有用过 苏尚像亚蒙亚 对对对对 他还没有用过 他负责组合也是之前火爆 我们经常说三满谷之一 这就相当于是火爆希望在马超的 另外一条边线上去打开节奏 先不着急拿一个蒙田和露娜 这个其实 这是每一下都是克制 没错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好多战队都喜欢去拿肉砍这个阵容去进行一个组合搭配 班之后关羽是有可能防止MT这样又肉砍又关羽或者又阿伟又马超选得多多一些 对 马超在三楼选了出来 九龙一上场就给到他战力英雄 是但是这一点很明显啊火爆是知道的 他把关羽他就是专门把这个马超放给你 对 然后呢他很自信的把这个路纳拿出来 不就何况说的我还有一个蒙田可以顶在前面 我根本就不怕你跟汪太一咬我 就现在火爆的胎是很明显啊 已经知道了你选这个这一套阵容 我已经设定好一个圈套 我让你跳进来 就目前来说就看MTG他们后面两手能不能有变化吧 如果说你选一个李文芳 或者说你选马可波罗 你打蒙田都很困难 对 先把你最好用的这个鲁班7号搬掉 嗯 鲁班7号肯定不能放 对 而且从英雄史上来看 MTG中间还有一星在外面 一星咒语都还有 可以去进行一个组合搭配 左边火爆这边的话就是射手的位置 你看鲁班7号先上班位 然后刘给鲁班大师能够搭配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吉人杰 这个点 年杰可以 鱼姬也可以 年杰或者圆芳 圆芳不太好打 就是到了中期的时候 他跟鱼姬是一样的嘛 鱼姬也是中期比较疲乱的 对 把弹弓也拆掉了 那火爆看见最后一手搬位会留给谁 李文芳他们搬了 那大概率火爆那边还是会选择一手鱼姬吧 MTG 那看他们怎么选了 他们对他们手上还有马可波罗 但是马可波罗遇上蒙田是真困难啊 就现在他们被迫真的 把这个宝啊压在了最后一个选择上 他们只能先把这个中单拿出来 先拿周瑜 对 因为这个宝教练这手蒙田拿出来 这是让MTG非常难受 进退两难 对 黄忠 呦 西施 这我差点就以为这最后一手要出王女士 啊 这一定 毕竟黄忠再加上王女士是古早的组 确实如此 但是黄忠这打到后期感觉他 在这一套阵容里面比鱼姬还更好使一点 嗯 那大招一架起来 这马超还真不一定能打得动他 对 而且你进不了场 嗯 你进场你要防止我稀释的拉 就是MTG这一把呢 他其实除了马超可能没有什么切入的人 必须要靠这个马超 挺困难的 这把迪安结吧 给他最后一手 MTG会给到谁 马可 还是选马可 选马可 那这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打法 直接进去赚大 呃 已经是非常难受了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们就是赢难而上 只能是这样了 呃 我发现MTG他们好多时候最后一手 都有点无奈之躯 对 而且这把的话呢 马可波罗他去 打 自由人 那MTG的辅助是 可能会直接跟着 马超 嗯 边线开 是 他如果选迪安结吧 手太算 然后他 他很容易背这个黄忠啊 一直红忠 然后你没办 那不拿马 然后 如果说你拿马可吧 打蒙天又很困难 那拿马可呢 他的一个安全系数 要更高一些 嗯 就现在 只能靠拉扯了 MTG 毕竟自己也能走 就看一下MTG能不能打出来优势吧 那前期 就是这套这种更多的是什么 就是马可波罗一定在 就是团圆里面 就是在中前期啊 就减量的去游走 对 就是如果你第一时间 就是在出来末世之后 你更多是打一个中下节奏 你不给对方 前期 就是至少平稳发育的几分 一是黄忠拖 需要拖后期 二是露娜 露娜其实他的前面周期 也没那么快 那你这个时候 马可波罗可以打一个 错位节奏 对 你在前面积累了 尽可能的经济上的优势 你后面的团战 我觉得会好一些 对 这是一个点嘛 但是这个点的话呢 可能要从4分30秒 出了末世之后开始 对 那没做末世之前的话呢 黄忠再加上鲁班大师 他的下路会死呀 这个马可波罗 因为马可波罗 这把的游走是什么 东黄太一 这个人嘛 他在对线的时候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就在靠他三分球进去打 对 所以说呢 这个马可波罗 在他做末世之前 会被压得非常非常死 所以说呢 在前期 就是一个小前期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好好地 发育 然后顶住压力 然后先让这个黄忠啊 不要那么快地 把这个塔给拆掉 然后末世出来之后呢 就像广宇说的 赶紧带节奏 然后就积累优势 那火爆呢 火爆这边就拖呀 拖呀 这个这句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指望 蒙田啊 在前期 就至少在一塔掉之前 他有个快速转进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没有马超快 笨重 笨重 然后呢 黄忠这个点 是需要等待发育的 他露娜也要发育 只要前面能够拖得住 一定要拖 你要把野区稳住 或者说 你能够把线上的 这个军事稳住的话 拖到12分钟之后 15分钟吧 我觉得火爆 还是可以有一战之力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 忽略了一个人 STAR的这一首稀施 是能够好几波的 调到嬴政 所以可能更多的一个 前中期的支撑点 要靠稀施的这个开团 来稳住他们的发育 就他们也需要打拉扯嘛 如果蒙田是正面参团的话呢 起码他可以分开战场 然后呢 还有个鲁班大师 再加上稀施 其实他们就是拉扯 然后一个一个打掉点 那种能力其实非常强的 就是他们如果不投铁 的一个情况下呢 打拉扯 他们的前期啊 其实发育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更何况他们 对线的是马可乌罗 基本上在下半区 在摸世出来之前呢 都不会遭到任何的压力 而且这一局 小宝这个周瑜的走向 我们也是可以去 多多关注一下 看看他更多的 应该还是会去 往上路去转 就先帮马超走出来吧 因为他上路对线蒙田 偶尔还来一个怒娜 也非常困难 直到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三局 蓝色方火爆 红色方MPG 大家好我是本昌解说南南 大家好我是解说光宇 解说我去焦 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东皇太医是直接跟着马超 但他的这个 走位呢 应该是要去河道 看一下视野 看阿古多的走位 感觉不同寻常 这把是一个进红 一个进篮吗 这么大胆 的想法 黎洛已经赶了过来 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如果说你要是一对一进的野区的话 我觉得不如你先抱四个人 就是马可先吃线 然后其他四个人直接一击 一击就进 但是这个直接进 似乎也有点困难 不过说实话 他们真可有进 对 这四个人抱团线是有优势的呀 是 你想想在野区里面 露娜这遇上东方太 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而且自己家周瑜又是一个周瑜 其实可以先帮周瑜清完线 然后直接进篮区 让这个露娜守不住篮 这哪怕周瑜自己先清线 那想而去很快呀 然后其他三个人先进篮区 马超从二级开始就已经吃双线了 这局 看一下九龙能不能成为MPG 三盘的关键现实 这什么的 凌威寿命 绝对核心 是的 给到他站边的就是绝对的信任 下路让马可一个人去扛压 对线的话 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但是这个野区的话呢 MPG是集结了四个人过来去战事野 但是迷途还是撑掉了 这个大的企业 他没到四级 刚刚到 刚到 那这样问题就不大 对 在这个位置卡住了他去吃线的路径 但这波四级线 那还是可以一起吃吧 反正也能到四级 中路 大尔 拉走 这叫戏法 但是下路风节 九龙来得非常快啊 突然间来了个马超 过来还想进行收枪 再冲啊 第一血 还没死 扛塔了 这就是九龙吗 九龙怎么突然直接放线下来 搞了一波啊 这没反应过来啊 谁想过两分钟 马和从边路来到了发育路 这就是变数 就是现在九龙就是那个X因素 如果说九龙这波还在上路 好好的发育的话 我觉得MPG前期是出不了节奏的 是的 他转换了思路直接过来帮下 把你下路稳定对线的这个点先打破 那整个节奏就容易乱掉 而且MP直接换线了 让周宇去上路处理平线 对 他去挂边 这个也避免在中路被西施拉到的风险 我选择要让马超 然后清中线 然后到处走了 闪现了 起手冬皇元首一咬 拉回来了 马超 残血再咬闪现 死他流人反扎 没能换掉人 拉收掉再拉 而且其实在拉收的是一个冬皇太一 原地流人 这下打了个零换二 这还好还是人多啊 迷途进场的一瞬间就断大了 全程在平A 但是他们这波处理得非常好 就是抓人 九龙他有点太贪这个兵了 他应该用大招去拉这个兵的 他不应该戳上去了 就黎若被咬住了之后 他还是拉了回来 是 然后杨阳的这个 全球列制的这个站位啊 也是把人逼得无路可走 火爆这波在中路的敦湖 也是把MTG刚刚的一些气焰给打消了 小断一波节奏 那现在各回各家 周瑜回到了中路 马超回到了上路 感觉就是刚要起事的那个状态 被打断了 这个对于在追分的MTG来讲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他们这种本身 在拉 就要比火爆要打要快的 这几个思路 不过现在士气还是有 问题不大 但现在马超呢 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往下去游了 现在要被看住了呀 而且现在你看 这波就聪明多了 但是急跑被逼着出来 是的 他不知道这个草里还有多少人 对 但那一瞬间你看杨阳一开大了 急跑就交出来了 掐指一算 应该不止五个 六个起步 MTG转换思路 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了下半图 对 现在马超在小小的被抓了一波哑火之后呢 就看马可了 对 不过防中的气息速度还是在线的 防中的扛样能力强 毕竟是有鲁班大师 有个小炮台 中路这边找到是迷途 大招赶紧走 看到久凡形势不对 再拉 但是身边输出不够 秒断 依旧还是细耍阿古朵 闪现 直接交闪现留人 但是大招再求规避 但是阿古朵这不得亏呀 他如果是拉 他如果拉别人还好 那拉谷朵的交大招是一定能走 拉谷朵还是比较 磕这个鲁班大师 五分钟的时间 马超莫失 杨黄来了 毕竟是谁塔下咬杨阳 伤害咬权的不大够 再戳一枪回拳 被西施拉到了 就老一时间 马不罗转大招 路纳进场 直接再留人 华晨的位置不太对呀 但是星星在塔下中的也很不好 一技能刮死 迷途差点被返袖了 还是被收掉 迷途刚刚进场那马可布罗 差点把他给反秀了一锅 他大招 没有飘到马可布罗 那刚才其实能够看到 星星的这个西施 他选择闪现的那个位置 还是很刁钻的 没有往后去闪 而是往前去闪 像这个马可直接进入到了圈套 这个篮区 路纳有点想法 但是看到久凡已经过来回房了 对 他其实越踏 再啦 来我要是个东黄 再来一大招 但是叔叔不够呀 再来了 你咬东黄 但你伤害不够 我可以回头直接把你给杀了 迷途直接追击就好了 风鸿毕露 迷途又断大了 其实刚刚 他可以不用断大的杀的 迷途这把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失误有点多的啊 他基本上 每次进场的大招 都没有完整过 也是这个 好久没有拿出来了 对 感觉就太久没拿了 然后 手有点生 上面拿出来压制一下马超 但是目前来说操作没有给上 又断了 好在这把西施拉得准 刚才是球这个二技能啊 记得 他距离没把空 再来回来 来了 留人 再一戳 扔球 赶紧保命 是 但诺娜现在没有进场的能力 他们更多的重心 放在了这条主宰身上 杨阳在 这个红须顶住 哎 看一下 现在六分钟啊 火爆反而是把自己的 整个中期节奏提速了 对 因为Star的这个西施啊 疯狂带节奏 这就是 K家舞台的FMVP吗 前有小青龙 后有小青星 就是 大家自如发现啊 好像每一个特别 就是 胡跃在我们眼前的中单啊 两个英雄 都能让人记住 一个是火舞 一个是西施 是的 因为这两个英雄 说实话 他是操作上限 是最高的 在中单的一个上 陆西施的一个状态 不大好 两边的边线 先去处理一下 马超在上路露头 马超的经济 目前来说呢 跟陆娜 其实不分伯仲啊 但是射手的队位呢 风杰一直 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所以经济发育得很好 而且当伊塔高货之后啊 他可以和鲁文娜 是提前转线吃经济 风杰就没空管他 就把这个 就这个西施 已经很头疼了 对 这个西施再加这个蒙田 都头疼得不得了了 现在这个射手 这个比战边 等级还要高 他十一级了 九号才十级 对抗路可是个经验兵啊 那这样的话 八分钟的时间 火爆整体阵容 其实提速 比我们预想要快很多 NTC想要去赶紧 把这个龙给偷掉 小暴君嘛 给就给了 但这波可以 拿这个时间差呀 可以去轰一下 这个中场 拉回来 还是一个马可波罗 逼了一个进化 而且现在黄中 大招的一个伤害 非常的高 哇 这一炮过去 受不了啊 小宝说 太疼了 这个暴击 谈什么双膝互报 双膝全得回家 保不了了 这个红须还要被禁 树南从 九凡就闪现一下 要没有到 那大招还捏在手里 不怕 而且现在不慌不忙 还能测出来 又九凡这手闪现 被戏出啊了一波 东洛要拉人了 又动了 塔下加黄中大招 直接拉满 东洛咬住了 是侧面进场的露娜 完成互换 但问题不大 主要火力 还是在风节手上 没错 看后续 九龙再一下 被西施拉到了 又是西施 哇 轻轻 被杨阳收下人头 这是移动靶呀 在行进中的马超 被拉到了 对 这个其实难度还是蛮高的 就这个预判非常给力 就可以说 这把在火爆的眼里 星星都亮了呀 天都亮了 真的 一个月亮 一个星星 闪耀提供交闪现 差一点一技能 逼了大招 他是先闪现交到二技能 把你下出一个位移技能 我再交一 这把玩意是心理战呀 确实如此 在中路的这个线 火爆赶紧处理一下 我塔贝亚古主 通了不少血量 刚才 A-Star也是在几波拉当中吃到了甜头 所以呢 刚才拉得非常的胸 因为华春是一早就交了进化的 知道华春没有进化 但是马可波罗他有两段位移 那确实没办法 只拉到马可呢 是更加男上加男了 双马都不太好拉 对 看一下上路迷途 我一个人 十三级打十一级 想飞吗 嗯 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对 那其实我觉得 伊途都有点不想 不大想跟他打 伊途的眼里 我拉的还是个小宝 不悦悦悦出来了 闪现全交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黄中谁能摸得到啊 对 火爆他只要平凡的抱团 我觉得现在他们已经顾不上黄中了 对 其实的拉很关键了 走位都非常困难 是 拉过来是个马超的九龙 但只有一段 但是后面输出啊 没有办法跟上 对 风杰现在的一个站位 他只要跟着鲁班大师一起 就可以了 哪都不用去 还是要需要依靠周瑜正面扑火 九龙去带边线来拖延时间 这问题是还是我们前面 在BG的时候说到的 MTG他很难够 很难能够去切入 你不能让马超先手去切入 这样的话后续伤害是不够的 对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手 而且九龙这几波都 MTG 经常有一个标记 但是被定身住了 关键时刻 断大了 原地的东方咬住 西施拉回来 输出 能不能跟住 还是黄中 这个为什么秒完之后 黄中换位置追击啊 风杰直接点了脸色 再留人小宝贝 一向小宝贝再留人 哇中台一定要四连偿翻 这个风杰的黄中 这才叫移动炮台啊 刚刚那一下 连络子一进去的那一瞬间 全是残血 哇 追身活命炮啊 那这样的话 只剩下马超一个人了 中路是有限的 中路有个炮车 他们开了一个奔狼 九龙还不能上去 但要是被控了 那就胡卜八丘也也了 别着急 中线 高地可以给拖延一下时间 等队友的复活 又给拉中了 但是人已经复活了 他们能不能一波 很少天天还是在上 因为冰线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主要是斯大尔和黎洛都已经残了 而且他们身上是没有闪现的 现在对于火爆来讲 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在我们没有看到地方 先看一下这一波回放 一开始是迷途先进去 迷途那一瞬间断大走的 迷途一阵亡之后呢 所有的技能浇干净了 这个时候风险 直接链上来 鲁班大师帮他为了两个闪现的距离 就是卡在了二技能链子的极限范围 这都不是拉过去的 这真的是伸拉硬拽去拿四杀 啊火爆这么猛 这一手带点链子的话呢 它就是等于两个链子的一个距离 对 这条暗影主宰 也是能够被火爆顺利拿下的 问题不大 十二分钟时间经济差 被火爆拉到了四千多 其实又拉中是马可波罗 有进化 没着急交 这 怎么说 这火爆 又要拿下来 那明天可能就打的是火爆呀 火爆是K甲的冠军 他是K甲的冠军 你看他这个就是成本啊 就很低 对 现在链子也好 大招也好 CD都算 关键是就是当对面 有一两个人摸上来的时候 他的容错率也很高 现在就正面四个人 有拉倒拉不躲 刚才应该是 抓孤独 好像挺好拉的 然后正面四个人 就疯狂打小号 对 没问题 其实拉 黄中开大 怎么说 换位置继续点 闪扬开大 上去 哎呦 STA闪现上去 刚好被吹晕了 对 那这下他们要往后撤了 但是下路啊 但是下路啊 这个两条先锋推得非常 你的直播间很 对 很OK 没停节奏 我们直播间有防管 我爸很猛啊 是啊 那MTG所有的位置 我看下六都母 开始反冲 现在吸尸没闪现 地狱般吸尸 这么猛吗 想找机会闪现掉 但是有些时候 缘分就是那样的 对 有闪现上去 一瞬间 哎呦 这个伤害 就很难受 没有办法 这下炮 好 哎 我拉出来了 闪现也丢了 这还是咬了一口 这 华伯大师还不错 一根房子的一个 卢伴大师 换掉 天下无双了 天下无双 这黄中 那现在其实对于黄中来说 就要注意站位了 嗯 毕竟没有卢伴大师在 刚刚练史 链子是消失前的0.5秒钟 还好点了回去 嗯 他被砸晕了 但是久凡他不够果断啊 没有在砸晕的一瞬间闪现咬 犹豫了一下 MPG真的顶不住了吗 他第一时间闪现先焦了 嗯 然后没咬上 风节现在啊 一万二的经济 嗯 这位直领 领先两千五 对 三千五 马上六神了 四十 呃 十四分钟 太夸张了 结一个后防周 主要是现在啊 全程就是确实摸不到他 嗯 而且你要如果打持续团队 等技能交完之后 你再去摸他的话 你的你的你的前排 其实也已经倒下了 这个黄中主要是 他出的还直接全输出 还出了个几个 这谁能切黄中 马超的压力也太大了 所以其实对于MTG来讲 他想要赢 必须要处理掉这个黄中 嗯 目前来说呢 基本上处理不掉 你只能靠东方太医把他咬 让他没法再动 没法输出 而且有点分身乏术 今天赢了吧 今天赢了 两次 那很尖难啊 四比三赢 打到丁崩队里 明天还要打 明天七点钟打了 好吧 明天七点钟打了 不是三点钟了 三点钟打太难了 这MTG感觉没有什么翻盘点了呀 就拉了七千金几 嗯 有段大赶过来的呀 露娜 你得开着搬搭上去 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 好家伙 这个黄中打 毒宰不掉去 是的 你还逼他的闪现 突然有可能就是 冬黄他也交了闪 但是 离落的一个链子 就解决了 然后反打 真的很苛刻 嗯 你得看他 就是链子交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再开一个 让反冲 然后直接去 闪现仰他 但是 差一口人太 垂倒都不一定死 实际上 这黄中招备太好了 他一屁股坐下去 感觉真的切不死 但是由火宝来讲 同样的 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感觉别人切他 他坐在那里 两炮能把前摆手 封死 所以如果一旦被摸到了 那就是顺秒 那这个时候其实火爆 是没有什么后续伤害 这也是一个伏笔 嗯 所以现在MDG就得去找 我们往下放了 MDG能扛住 现在经济差是 8000 条件非常多 但是 不能放弃 差8000 8000什么概念 人手比他们多一大戒 直接扛过去了 扣塔 别挂着推塔 根本就摸不到黄龙 这好稳 什么说啊 什么说啊 拉到了吗 这黄中平时宫在这点 咬了一口无所谓 他真的不活啊 咬了一口 还没死 这这这这 这马可稍微躲了两下 两炮直接轰弹去了 这下一波兵估计要没了吧 大招 来了 一枪 三顶 戳A 转枪 一枪 压出去了 什么 马 马 直接转转转不完 黄中加大两炮成 封死了 九龙还能撤退 拉扯 终于先不过 点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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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超级点滩 蒙天真点滩 来下一下 让我们恭喜 火爆 来到赛点滩